做谈合作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 我觉得蔡英文是要自己主导整个的事情 她没有要找谢长廷来做代理 来做任何的处理 刚刚那个董事长在这边讲 选总统一定要先掌握游戏规则 一定要掌握到党主席 不太能够假手他人 因为这中间还有派系利益的问题 如果选择了谢还有新潮流 这中间有更大更多的矛盾 他与其这样不如他自己去处理 这中间的派系当中的磨合 他不需要透过谢在这里面 产生更多的那样子的一个 假手他人的一个间隔 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为止 两边还没有真正的说 你就代理我 然后去帮我处理所有事情 没有这样的事情 蔡英文应该会自己选党主席 然后自己选总统 自己处理所谓两岸政策 在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跟谢长廷 所以金兰英师说 对手的对手是朋友这件事 不一定会发生在 那个蔡英文跟谢长廷身上 最近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对于谢长廷 媒体在问他说 对谢长廷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说大家对于 苏贞昌做不好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有共识 但是他也叹了一口气说 所有都应该要代表 一种党的最大利益 他没有完全站在谢长廷的立场 去批苏贞昌 所以他在这里面又采取了 刚刚我们在讲的一个中间的位置 他不是站在谢的旁边去骂苏 他是站在这两边当中 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像统窟一样的方式 去想要把这个党整合起来 他是站在一个这样的位置 所以他不是联合谢长廷去打苏贞昌 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态度 可是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就要回到一个部分 因为党主席跟总统是不一样的选法 刚刚邵光雄有讲到 如果是民调 那参与文已经定了 现在已经26% 可是党主席是党员投票 坦白讲党员投票 参与文对党员的生态并不熟 他也不是派系 谢阳廷跟新潮流 各有三分之一的党员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 蔡英文一定要整合谢系 才稳定的可以打败苏贞昌 所以这个就是蔡英文 必须面对的问题了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蔡英文能把这些都摆平 也证明他是有能力 这很重要 这是一个考验 如果他这些这么纷乱 因为民进党里面是群雄并级 每个头上长脚所以不符谁 他如果跟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基本上是威权统治 民进党是不一样是各个三头这样打出来的 所以如果民进党这些人能够 至少表面上 大家能够为了一个目标 能够这个都团结在蔡英文的群下的话 他选中的他是很有力的 就表示我有这个能力 大家也看到 车祸也看到 媒体也看到他有办法来整合 这其实蛮好的 为什么刚刚提到蔡英文 这个苏贞昌 谢昌廷 苏贞昌 背后就是陈水扁 陈水扁乱点央谱知道吗 把他们送座堆送座堆 就搞得到最后反而翻脸了嘛 有时候要顺其自然 你这样乱搞是不行的 另外为什么刚刚这个张教授说 现在好像两岸政策并没有那么大的 在现在好像并不是那么主要的 一个讨论的议题 主要因为七合议议是个地方选举 所以地方选举还没有牵涉到 什么经济政策 两岸等等之类的 我认为说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大大最关系还是经济嘛 所以马英九 马总统不是说今年什么拼经济年 什么一堆所有他这个元旦的文告 演讲也都放在经济嘛 那社会上会有一点质疑说 马英九当时要搞ACFA什么这些说 台湾的经济就是要靠这东西 但是也没有好啊 所以到底将来两岸之间 是不是跟台湾的经济 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是有关 但是不是那么有关 那为什么经济还这样呢 所以社会其实有一个问号 这是执政党现在必须要解决 所以这有点呼应到 刚刚张教授讲到就是 他不把它当作主旋律 可能也是跟这有点关系 但是我们在看所谓的 2016总统大选民进党的部分的话 党主席这个观察指标 是一定要观察 所以这样的动向 其实相对大家比较看得清楚 其实比较有趣的还是 蔡英文跟谢长廷之间 这就不得不回到这个谢长廷之前 跟那个郑亮您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大家就说 他如果要选总统又要去选党主席的话 他就让他痛苦到底 谢长廷这么说 可是痛苦到底看起来是 他们之间过去的一些恩怨 可是有另外一句话就是 这也显现出谢长廷的主张就是 选总统的人不可以去选党主席 是这个意思吗 他主观期待这样 可是具体表达不一定会这样表达 因为这样表达就连蔡英文也批进去了 所以我认为最后他会只表达他个人的立场 就说我不会选总统 那我会支持蔡英文选总统 这个就是个人的表达啦 那这样也可以争取党员的支持啊 可是最终还是 他们两个只能有一个人出来选党主席啦 不然那个票源一定会分散 12年就不是这样啊 蔡英文既选 自己是党主席又去选总统 他当然会不高高兴不服气 可是这句话听起来恐怕听到的人 不会只有苏贞昌吧 那蔡英文听到这句话 他会怎么去解读这句话 难道这个框框其实不只是要框苏贞昌 同时也要框蔡英文吗 我这了解 蔡英文原来是对谢昌廷是很好的 很钦佩她的最早的时候 就是上次选总统之前 因为我听到这个蔡英文跟几个人谈的 都对谢昌廷很钦佩 后来因为蔡英文慢慢也做大了嘛 力量也大了 可能也觉得说他要 就像刚刚进来讲我自己要整合嘛 所以但是我基本上认为蔡英文对谢昌廷 你还至少不是敌人啦 那蔡英文 谢昌廷有可能是策略性的阶段性 就是说我现在讲话是逼你苏贞昌 你如果要选当初你先说你不要选总统 你先表态 那你就当长主席 你不要选总统嘛 那但是苏贞昌会不会 因此就说好我选当初我不选总统 我看苏贞昌也不会理他嘛 那谢昌廷要下来选 如果谢昌廷下来选 蔡英文也下来选 谢昌廷应该不会赢才对 我认为 那但是谢昌廷呢 他说我要让苏贞昌很痛苦 谢昌廷的残功是很厉害 他每次选举他比如说 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那个issue有点小啦 就那个话题 但是把你残 残马英九那时候 到底是有没有绿卡 就能够从头 能够打两三个月就打这个议题 像我们要打两三个月打完 就算换个议题 他不是他从头来就这个东西 对手是很痛苦 他打那个时候郝龙斌 说什么阳明山什么 不是他家里水电费 他也能够打两个月 这点我也佩服他 这个议题能够打两个月 如果当时我想 如果郝龙斌郝伯全家干大官这么久 立委这么久 如果你能够打的只有一个水电费 这表示他很清白嘛 但是反不反 我知道他们也很烦 每天要不知道谢昌廷明天出什么招 不知道谢昌廷出什么招 也许谢昌廷后来也没赢 但是那个中间的过程中 让对方的确痛苦 这点实际上是有本质的 我是不知道他到底要缠书是当什么 他缠工是很厉害 是 那金兰 其实谢昌廷讲的部分 不只包括说他对所谓党主席 跟总统大选联动的一个关联 他也讲了一句话 对蔡英文是非常友善的 他说如果说我当党主席 他可以公开支持蔡英文选总统 他已经都自动请英 要来当蔡英文的前锋大将 帮他扫除所谓的党内的 某些可能一些障碍 那蔡英文为什么不领情呢 蔡英文要站在他最大的利益去考量 当然他请英在前面 要帮他做扫除路障 那蔡英文要考虑 他出来他也可能产生了 某种冲突跟矛盾 对于蔡英文有没有损及他最大利益 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 也许他出来他反而得罪了其他人 在这里对他不是最大利益的收获者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他最大的能耐跟最可能的 就是自己去统合这个整个局 那所以在这里面 对他跟苏贞昌不合 我们也看到这里有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他的是北平城 他在北平东路 这是党中央吧 他在长安城 因为他在长安东路 他们说他们两个比海峡两岸还要远 原因是吗 因为步行只要9分钟 然后开车只要5分钟 可是两个人的沟通上面 天南地北差别很大 可是这里面他还是一直没有 没有去找谢长青说 那你去帮我打苏贞昌 那我就坐在这里就好 他从来没有在这里面 你看他一路的 所有都走他自己的路 包括小银基基会 也一直在走他自己的路 他在这里面还是跟谢 这里面非常精畏分明 他没有站在谢的旁边 也没有让谢进来他的营地里面 这点必须要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结盟到现在应该还谈不上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苏贞昌跟蔡英文之间 很多的一些相对的一些纠葛 或相对的一些关系 那这已经由来已久了 那到底中间有些什么 一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呢 近一段影片 今年我听到我们港东的人说 苏贞昌民调比较高 是国民党 动员 都在乎 一会 要把我做算 我听到很辛苦 因为这个我们是港东 民进党是一个很团结的政党 我相信在任何的情况下 我们的团结都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好 郑立昌2011年就在谈团结 那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 团结在民进党当中的话 觉得这可能性如何 那其实对他们民进党里面的部分的一些 未来影响是什么 其实每个政党的一二民 这个关系不太好 这很正常啦 说实在话 比如说以前连跟宋 那他们两个也是嘛 因为那两个人都有意思要逐大位 那你说朱立伦跟吴敦毅 现在关系有很好嘛 也不见得啦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正常 那民进党是只要谁正式成为候选人 那全党就会团结嘛 那只是说 我觉得邵光兄刚刚也讲得对啦 就是说如果这个过程 那蔡英文是证明出他的那个 邻居的能力啊 就是他有办法去搞定每个阵营 那你就展现你的本事嘛 那这也是一种领导权的 展现的一个过程啊 那就因为这个党主席选举 确实跟总统出选完全不一样 总统出选你只要面对社会就好了 那这个是你要面对党内 那民进党确实就是每个大集团啊 小集团啊 那你要一个一个这样去整合啊 那这个难度是比总统出选要更高 是 那他问正亮 就是外面也传出 就是谢唐廷对所谓的党主席的部分 也不断有一些意思表示 那谢唐廷跟蔡英文 到底要不要坐下好好谈一谈 他已经不选总统了嘛 对 所以他认为两岸对民进党来讲很重要嘛 他们会坐下来谈一下吗 还是已经有些 我觉得他们也见过面了啦 那当然见过面 其实刚刚竟然也讲得对啦 就是说你说两个人是结盟也不对啦 因为事实上那个保持距离还是很明显啦 而且蔡英文也认为这样对民进党整体比较有利 因为他就是要站在中间嘛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两个人的票源是重叠的啦 你党主席就是只有那些党员可以投票嘛 所以你还是要整合啊 除了看党主席这个部分的一些过程或角力以外的话 那么两岸的这个议题主导群 看起来是被拿来作为党主席的这个角力 占着所谓这个前锋的议题 那到底苏贞昌 蔡英文跟谢长廷 他们本身的两岸政策的各自主张的重点是什么 那他牵动的未来台湾的两岸关系 以及大陆方面怎么来去看 所谓的民进党三强的两岸政策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今天回到黑白相对论 那么民进党蔡英文部分 他如果是在2016有所布局的话 我们刚刚前面分析的是党主席的部分 那苏贞昌跟谢长廷 他要如何跟他们之间来取得某一些优势的地位呢 但第二个题目什么 第二题目就是两岸关系 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也许目前他还保持某些模糊 但是中间怎么解读蔡英文 以及相对于苏贞昌跟谢长廷两岸关系 有一个指标可以来观察 就是什么呢 相对于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 到底民进党做出了什么样差别的一些分别 进一段影片 马都动带着好心情出访拼外交 飞出国门之前 不忘再次提醒 这回出访意义非凡 我们想借这次的正式的国事访问 能够了解双方合作计划进行的状况 并且提升双方未来交流的强度 马总统任内地九度出访 这回还是第一次踏上非洲友邦盛多美 22个邦交国总算全部走透透 只总统出访就像带着支票不出国 见面三分勤骂 只要友邦开得了口 挡不挡得住 还得看马总统的破坏